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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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MICCODE对WI-FI抗战板进行编程 另起进展具备网络传输的能力 最后能够将数据上传到之前开设的 密研网云端服务器做储存 WI-FI抗战板的硬件连接 我们在第二集就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好像Wedderby 先在MICCODE添加WI-FI抗战板的Library 我们先点选职目区最低报告进阶 然后找到抗战的一行 点进去之后我们在search欄输入这个网址 然后会见到KittenWI-FI抗战Library 我们要选择Library后 职目区就会增加一项KittenWI-FI的选项 在使用WI-FI抗战板发送数据之前 我们要先进行初次化的工作 我们要在当启动时调用两个程序职目 包括WI-FI初次化TXPIN、RXPIN 同WI-FI带处理 knowledgeable 可以和WI-FI加入路由器骗毛 为了知道程序的进度 我们首先挑出一个HKT一下 我们先显示叉叉吧 在硬件连接的一集 我们已经说了Wi-Fi抗战板 是用CV-Pod 和 WeatherBeat 进行连接 Wi-Fi 初试化的 TX-PIN Rx-PIN 织目 就是用来定义 究竟Wi-Fi 抗战板的 TX 管脚、 RX 管脚 是和 MicroBeat 哪些管脚连接的 通过 WeatherBeat 的原理图 我们可以知道 MicroBeat 的 P15、 P14 管脚 分别对应连接Wi-Fi 抗战板的 TX 和 RX 管脚 如果定义错了管脚 MicroBeat 的指令和数据 就不可以传输到Wi-Fi 抗战板 抗战板就不可以正常工作 正确定义了Wi-Fi 管脚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路由器 调用Wi-Fi 加入路由器、文码织目 填入路由器的Wi-Fi 名称和文码就可以了 那怎样可以知道能不能连接路由器呢 我们可以调用连接成功织目 如果连接路由器成功了 就会调用这个织目的了 如果成功连接 我们就把叉叉改为显示Tick 另外我们也可以调用Wi-Fi IP 地址 最后我们需要先设置好MQTT服务器 只要在当启动时调用MQTT设置服务器 接点ID 织目 然后设置服务器栏填入这个网址 接点ID就无所谓的 好了 不如我们先试试将程序下载到MQTT 看看可否成功连接路由器 如果显示到1Tick和IP地址 代表我们成功了 如果一直显示交叉 代表你不能连接路由器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以下几样东西 第一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程序里面 Wi-Fi初次化TXPIN RXPIN 织目 对管局的定义是否正确 TXPIN 要定义为P15 而RXPIN 要定义为P14 第二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Wi-Fi加入路由器 密码 织目 看看路由器名称和密码是否正确 有没有打错 第三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Wi-FiBIT 抗战版的TX 和RX杠脚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最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Wi-Fi 抗战版的电源 是否连接到电源版的5伏供电道 接下来我们要将数据传到我们开始的Fingspeed Channel 在上一集 我们要大家记得两个重要参数 包括Channel ID和Write API Key 如果没记得 我们要先登入Fingspeed的帐号 然后点击进入我们的项目Channel 查回这两个参数 因为我们的主程序 要是Wi-Fi抗战版连上路由器之后才开始执行 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变量 我们叫它做Fat Fat变量代表是否已经连上路由器了 我们要在当啟动时 先将Fat变量设为False 如果连上路由器 在连接成功织目中 我们先将Fat变量设为Truth 而在主程序中 我们做一个逻辑的判断 只有当Fat变量为Truth 才会执行主程序 在第三集 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如何增加一个Time变量 实验定时读取数据 定时向Fingspeed服务器传输数据 和定时读取数据的实验方式 是相类似的 只要将在当啟动时 将Time设为运行时间 改为在连接成功度 将Time设为运行时间 就可以了 然后在主程序中 我们将运行时间减Time 只要数值大于我们想要的秒数 先执行发送数据的程序 就可以达到定时发送数据了 记得 发送完数据 要将Time更新为最新的运行时间 而运行时间的单位 是红秒来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 可以在主程序上 向Fingspeed发送数据了 只要调用MQTT 广播、话题、内容、继目就可以了 注意 这个继目有两个很相似 其实我们会使用KittenWiFi 更多里面的一个 你留意下 它下面有个加号 其中话题我们要填写 Channels-ChannelID-Publish-API-Key ChannelID就是我们之前 在Fingspeed Channel里面记得的ChannelID 而API-Key就是我们之前 在Fingspeed Channel里面记得的WriteAPI-Key 内容到只要按以下格式填写 我们会调用字串组合继目 离按每次读取的数据 组成上面的格式 其中 XX是Fu1的数据 而YY是Fu2的数据 不如先用两个数据做测试 看看上不上全土数据 我们向Fu1和Fu2 分别发送一个范围内的随机数 再显示不同的图案 用来知道程序的进度 好 我们不如下载程序试试 执行程序 再去Fingspeed Channel 看看有没有数据的更新 OK 又数据到了 好了 好了 大家记得回之前 如何在Reddit讀取数据 然后记得回今集的内容 应该就可以顺利将数据上传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我们在测试过程发现 如果只在当启动时 调用一次MQTT设置服务器积目 程序连续温行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会发现出现数据 在某个时间无法上传 如果在主程序上 定时调用MQTT设置服务器积目 情况会得到改善 第二 我们在第三集和大家已经提过的 Reddit获取的 风向数据返回数值类型 在置伏村String 它是八个风向的英文简写 我们试过向FixBeats上传String 类型的数据 但是不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 在程序上将八个风向 转换成0-360度的 倒数数值 再进行上传 第三 之前提过 预量计返回的预量值 是会不断累積储存的 停运之后 预量计不会自动清零 所以我们会增加一个按钮事件输入 只要按MQB上的按钮B 系统就会调用重置积目 重置整个系统 第四 如果我们就这样将MQB Reddit等电脑板放在户外 遇上奈雨就麻烦了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将这些电脑板放在百业箱里面 减低撇雨的机会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采购现成的百业箱进行改造 或者像我们这样 用3D PINTA做一个百业箱 如果有需要百业箱的3D大人档 可以电邮给我们 然后在我们的基础上 因应自己场地的不同做修改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测试的MQB程序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电邮问我们要 然后可以自己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 进行改进 好了 我们这个《起象站》的项目 就到此为止 如果我们之后还有其他项目 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